再见 老师再见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这个茶班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徐晓风吗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保密 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也保密 左一个保密 又一个保密的 我看是因为 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太差 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 你管得着吗 反正就是保密 我看他有可能是 没有爸妈妈的野孩子吧 你才是野孩子呢 扁他 我过去一趟 你在这里盯着 是 杨老师 真是对不起 给你的工作添麻烦了 我当时没什么 只要你和人家家长 把事说明白就行了 是 您说得是 各位同学的家长 非常抱歉 作为蓝牛的父亲 是我没有管教好女儿 这样吧 孩子们的医疗费 我全额承担 在这里 我向你们表示正常的道歉 对不起 这位家长的态度确实不错 我们无话可说 可是你看看你女儿 把我们的孩子都打成什么样了 你看看小野已经还在动 这不明显地不服气吗 这让我们以后更担心是 我们孩子以后在学校安全 谁来保证啊 就是 打了一次 就有可能打第二次 我们孩子可嫁不着这么打 就是啊 就是的 是 你们说得对 蓝牛 向人家道歉 向同学们道歉 快 我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道歉啊 你这孩子 你都把人给打了 还说没错 是他们先起得哄 说我是外来的插班生 说我是野孩子 也是他们先动的手 自己功夫不到家 平时训练欠伙后 怨谁呀 好 蓝牛 蓝牛 看着爸爸 你答应过爸爸 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对吗 爸爸教你格德书 不是让你去欺负同学们的 爸爸现在命令你 马上道歉 必须知晓 去 对不起 我错了 爸爸 你的命令我执行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蓝妞 蓝妞 杨伦 给我家长 蓝妞 这蓝妞挺怪的啊 不就道个歉吗 还要执行什么任务 是啊 你说她这样教育孩子 她妈能接受吗 生气啊 我坚强 我买苦 蓝妞儿 爸爸知道你今天受委屈了 但是你打人就是不对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爸爸一定要坚持原则 知道吗 爸爸 我打他们 是因为他们说我是野孩子 我不想当野孩子 可是你天天忙着心里 根本就没空管我 爸爸 我想妈妈了 妈妈到底去哪儿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哪要是能回来 我就不是野孩子了 蓝妞儿 爸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妈妈去执行任务了 而且是秘密不了 她 她一定会回来的 爸爸 可是她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那不可能 永远都执行任务吧 不管你和蓝妞的梦 爸爸 我想妈妈了 等什么时候回来呀 蓝妞 夏老师 夏老师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那你先向老师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 夏老师的脸是热乎乎的 蓝妞不是在做梦 夏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呀 你是专门来看蓝妞的 在你说对了一半 我呢 已经正式调到这儿来了 刚才在校长办公室 我跟蓝妞原来的班主任 正式做了工作交接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蓝妞的新任班主任了 你真的是我的新班主任吗 当然了 以后呢蓝妞又可以听天 跟夏老师在一起了 太好了 我也可以跟夏老师在一起了 太好了 好了好了 蓝妞 好 马上还要上课呢 你先去上课 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好吗 好 我去上课了 爸爸再见 我会见 很意外吗 是啊 确实很意外 为了把工作调到这儿 我生平第一次求了我爸爸 他也是第一次破例管我的事 你爸爸 也不是什么高级领导 只是一个退休的 师范大学副校长 碰巧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他以前的学生 我从一个一线城市的中年小学 调到了二线城市的郊区小学 算是发配吧 这个后门走得也有错吗 你知道 我是为什么调到这儿了 我们的学校 们正在关系 尤其词